大家好,越南外交部周四18号表示 越南政府已经在前一天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南中国海大陆架化界申请案 这是继菲律宾向政府以及联合国提出延伸其南中国海海底大陆架申请之后 又一个南中海主权争议方通过申请南中海大陆延伸的方式强化自己的主权立场 越南政府18号表示 已在前一天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南中海大陆化界申请案 同一天中国外部表示坚决反对越南方面的行动 而且已向越方提出严正交受 越南外交部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指出 越南向联合国正式申请将其基于领海基线化设的南中海大陆架 从200海里进一步延伸 越南在申请案中还重申了 越南对黄沙群岛 即中国的西沙群岛 还有长沙群岛 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主权 越南外交部表示这立场符合国际法 南中海是一条关键轨渠道 每年通过南中海运输的国际贸易价值是3万亿美元 中国声称几乎拥有全部南中海主权 其立场与同样声称拥有南中海部分主权的菲律宾 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台湾发生重叠和重叠 国际海洋法庭16年曾裁定 中国基于历史权利的南中海九段线主权主张 缺乏法理居住 但是北京既不参与仲裁 也不承认仲裁结果 中国政府周四对越南向联国提交南中海大陆架化戒案 表示坚决反对立场 并就此向越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越南单方面向大陆架机械晚会提交了南海大陆架的化戒案 其相关的主张涵盖了南沙群岛部分区域 侵犯了中方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 中方指责河内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 也违背了中越两国的签署 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的协议 菲律宾政府上个月向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司 正式提交西菲律宾海巴勒旺地区 扩大大陆架权利的文件 申请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延伸至350海里 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规定 菲律宾的沿海国家有权确定其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包括200海里以外的海底区域的底土 但是从测算的领海宽度基线两起不得超过350海里 所以菲律宾主张的海底大陆架 本来就很有可能与越南这样的沿海国家大陆架发生重叠 而菲律宾官员曾表示 菲律宾愿意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规范 领海基线设法 设法理指南的国际条约与相关国家盘判解决分歧 越南外交部呢 针对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申请 其南中海大陆架申请曾表示 沿海国家拥有化设海洋法公约承认大陆架界限的权利 但也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符合法理的权益 越南的政府是第三次向联国提交延伸其南中海大陆架申请 河内此前曾经提交过南中海北部地区的化解申请 以2009年和马来西亚联合提交过南中海南部地区的化解申请 所以这次是第三次了 那今天的越南方面呢 还有一个消息 越南的越共总书记发布健康状况通知 越共中央保健委员会要求 软副总书记既指导工作又接受治疗的保健服务 那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主要领导同志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以直接指导各专业机构调集各位教授医生 服务人员 医务人员 顶级专家 创造作为便利的条件 为软副总书记进行治疗和保健工作 越南方面的越通社今天报道 说越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发布软副重的健康状况通知 该通知称 截止目前 因需为软副重总书记 集中接受积极治疗优先安排时间 那确保越共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书记处的总体指导调控工作的要求 根据越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制度 目前 政治局分工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主席苏林 按照政治局规定 责任和权限 负责指导越共中央委员会 权力现在已经移交给苏林了 包括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 那中央政治局呼吁全党全民全军绝对信任党的领导 国家的管理 加强团结一致 同心协力 继续发挥国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成就 努力奋斗战胜一切困难挑战 完成好越共十三大提出的各项目标 维护政治稳定 牢牢捍卫独立主权领土完整 国家安全 保障社会安全秩序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关照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那就是苏林现在已经完全揭权了 如果软负重在未来的48小时内 他去世或者是生命状况 不适合于再担任越共总书记 那苏林可能就直接接班了 从现在来看 越南现在他在南海方向 和中国在大陆架问题上 特别是和菲律宾方面的合作 是为了给美国看 也就是说要给美国 在南海问题上留有余地 但是越共总书记 你可以看苏林 他实际上对美国是非常不满的 所以苏林在和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上 故意冷落美国 你说越南现在呢 也在试探美国 在南海问题上 这次大陆架 他提出这个大陆架 其实给美国看 寻求美国的支持 但是我觉得美国 不会按照越南的想法 打南海牌 美国就会给越南 更多的利益 也就是美国 其实并不相信越南 那如果苏林上台的话 还有可能美国和越南的关系 会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 我说过苏林这个人 他不是亲中派 但是因为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变化 越南的共青团 这些人正在被边缘化 所以美国在越南扶持的这些人 已经失去了权力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亲美系的人清洗 会导致美国和越南的关系 出现变化 苏林上台以后 他并不是亲中的 他要利用中国和俄罗斯 来平衡美国 所以未来大家可以看到 越南领导人的更换 那么和美国的关系 这种游戏还会有变化 我再说一遍 越南苏林政权并不是亲中派 他要和美国博弈 就必须打俄罗斯 和中国这张牌 所以未来在南海 他也要打南海牌 所以大家未来会看到 越南有很多在南海的操作 但本质上 越南和美国之间互不信任 而且美国对越南的整体态度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样子 所以我一直在讲 越南的政治 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我觉得未来48小时 越南的领导层 很有可能会有新的动向更换 如果苏林正式上台的话 一定会影响到未来美国和越南的关系 我那也会持续关注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